杭州亚运在今天落幕了 闭幕是在俗称大莲花的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 历时75分钟 其中的一大亮点就是由4万多颗LED灯泡组成的草坪 能够配合表演节目变换出各种的图案 而恰好今天就是24节气的寒露 也是杭州的荷花桂花交替的时节 也因此表演节目就融入了许多植物的意象 来向来宾说再见 而回顾今年的亚运 中华对建额表现非常优异 夺下19金、20银、28桶 总共67面奖牌 在参赛国家排行第六 追平了1998年的对史最佳成绩 可说是满载而归 而另外下一届2026亚运将由日本的名鼓屋来举办 闭幕式上中方的代表也将亚运的会期移交给日本 以上为你掌握到最近起行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